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那1979年生于台北的林凡 父亲是马来西亚的 这个槟城华人 那母亲是台湾人 她拥有马来西亚国籍 跟台湾的永久居留权 她毕业于美国西雅图 这个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 并且获得美国波士顿大学 这个大众传播硕士 那林凡的声线 算是女中英 温暖清亮而没有杂质 跟陈淑华的很接近 那擅长演唱抒情歌曲 因而被媒体封为这个聊爱歌机 1999年暑假 自美国返台打工的林凡 在下班以后跟一群朋友 到KTV唱歌 当他唱到这个林毅连的夜泰黑时 获得了在场的音乐人 林明洋的这个青睐 邀请他签约上华唱片 从此就踏入歌坛 而这首夜泰黑后来 也灌入在林凡的首张专辑当中 那2001年 林凡正式发行第一张同名专辑 林凡 其中同名的歌曲 一个人的生活 再见西雅图 以及翻唱陶折的沙滩 那另外 郑中基也在这张专辑里 跨刀跟林凡合唱 想念你的爱 那隔年 林凡就凭着这张个人专辑 在第十二届金曲奖里面 入围最佳新人奖 那同届竞争的包括孙燕芝 周杰伦 戴佩妮以及范伟奇 但是林凡因为课业的因素 没有办法出席这个颁奖典礼 最后这个大奖是由华纳唱片的孙燕芝获得 那2001年林凡跟许志安合唱的男生女生配 同年六月 再推出他第二张的个人专辑 都是他 那专辑比较里面比较知名的歌曲 像是都是他 三个心愿 以及要获选为梦工厂动画史 这个史瑞克中文主题曲的爱情超能力 那林凡在这张专辑里面 他也翻唱了这个郑秀文的舍不得你 那之后由于课业跟这个唱片合约的关系 林凡跟上方唱片就解约了 2002年林凡从美国这个西雅图 华盛顿心理学系毕业之后 就在同年底 这个转投了这个福茂唱片 最初唱片公司 也是针对林凡的新专辑规划 仍然锁定是在国语专辑这个部分 但之后因为公司里的这个企划人员 一直变动 以至于新专辑辞职无法推出 那这段期间林凡除了录音 他也尝试了多元发展 他主持了这个FM98.9的 好事联播网的这个娱乐飞情传 这个广播节目 那节目中他特别设计了一个固定单元 叫做魔力水晶球 他专门介绍这个英文老歌 还有他背后的故事 就受到很多史中听众的欢迎 但是也因为这个魔力水晶球的广受欢迎 让林凡在歌唱制度上就出现了转型 2007年他决定推出个人第一张英文班唱专辑 非爱不可 心林凡 这个心是这个心脏的心 但是这一张英文专辑推出之后 林凡他又离开了台湾 他到波士顿大学攻读大众传播硕士学位 2019年林凡取得硕士学位之后 他就返回台湾 并且积极参加这个舞台剧爱情领程的演出 同年11月又正式转投这个滚石唱片 2011年12月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 这个眼泪流回去 他主打歌叫做这个五天几年跟那个重伤 那这个分别获得了台湿跟三历偶像剧 西里人区的片头曲还有片尾曲 那西里人区因为收视率创了新高 也让在歌坛成绩多年的林凡 就重回了音乐事业的高峰 2010年林凡就以这一张眼泪流回去的专辑 再次参加金曲奖 入围了第二十二节金曲奖 最佳国语人女歌手奖 可惜这一次的大奖 被环球唱片的这个莫文卫获得 而西里人区的主题曲《重伤》 虽然他入围了这个最佳年度歌曲奖 最后也是颁给了滚石唱片给自己的歌 那2014年5月 林凡推出了第六章的个人专辑 《岁月这把刀》 那收录了这个《明明爱你》 还有《我们的故事之》 只讲了一半的十首歌曲 那由于刚出道的时候 林凡就被这个媒体报导 把它跟周慧还有彭佳慧 封为所谓的歌坛三丑 令他心情很欲足 因此到了发行第六章个人专辑 《岁月这把刀》的时候 他还特别就近棚拍摄了一组裸妆照片 几乎就是为师之粉上进 以行动证明我不丑 但是首次尝试为师之粉上进的这个林凡 刚上进的时候还显得很不自在 因为习惯拍照化妆的他 他就笑着说 这样的妆好像很没有安全感 那个就像没有穿衣服在拍照一样 但是这个摄影师跟工作人员就鼓励他 以及以长发入境的这个林凡 就衬托出自己特有的这种知性美 让拍出来的成品就是散发出了这个十足的女人味 那由于难得有女歌手敢裸妆入记 让这个工作人就打趣说 林凡下次再拍新专辑的时候 不如就尝试裸被入记 那吓得林凡说 那我要先通过我妈妈那一关才行 2016年8月24号 或者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这个彭佳慧 他的这个身份就由歌手变身为作家 因为他出了一本书 详述自己的过往爱情故事 他并且就由这个好友林凡还有周慧 三个人一起站台 那他们刚出道的时候 不是被媒体封为这个所谓的歌坛三丑 因此彭佳慧还在这个新书发表会上自嘲 他说我们三个凑在一起 除了这个林志玲比我们漂亮以外 还有谁呢 但是要是这个美貌排名 第一还是林凡 因为他最年轻 那这个与好友彭佳慧 还有周慧一样 林凡他突破了这个外形的限制 以辽爱歌姬的温暖歌路 在歌坛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